- 安東剛引進的SPEED TWINS 凱旋車族 就是我們仲台湾凱旋的大家長 家豐哥 他現在已經有一點他的初步心得 我們來請教他 目前你現在騎多久了 教哥 這個SPEED TWINS 是我們上禮拜六剛在苗栗 苗栗的明德水庫發表 那這台車是目前凱旋 算是今年來比較經典款 裡面比較偏運動型的 最熱門的車 那這台車在全球各地打賣 那我們也很開心說這個引進台灣了 那現在也準備要邁入交車的階段 那我們在交車領正牌前 先讓各位有一個試乘的機會 那今天非常難得有這個機會 會讓大家可以嘗試這個最最最新 最受歡迎的SPEED TWINS 這個車我今天早上有去139試了一下 好好好 因為我個人非常喜歡這部車 那在139試的時候 呃 因為他是1200cc雙鋼 那他的馬力又比T120更大 然後各位可以看喔 他這個整個 包括這個煞車自動系統 跟T20的不一樣 對 他用Brembo的 然後他的煞車總棒 不是用直推總棒 哦 這全部都是運動型的設計 對 運動型的設計 我剛剛想說我拉的時候他就 好像有一個嘰嘰聲就像個直總棒 哦 總棒的聲音 然後他的排氣管 也不像傳統 哦 傳統T20這種雨淚管 他是比較sport 哦比較運動 運動去向的 對 那我必須要特別講就是 我們這台SPEED TWIN 他的軸距越比T20更短 更短 那來得操控來得更棒 那今天早上我去騎的時候 我覺得他低轉速的扭力 讓我非常的驚豔 哎唷對喔 我的感覺 非常的驚豔 非常非常棒 哦跟Babob Freak的一樣很猛 在經典款裡面 很難得遇到 這麼好騎 這麼輕巧的車子 對 他的重量也不重 他不到200公斤 哦 非常的輕盈 非常的輕盈 哦 哦 诶 我看他的油箱是14.5對不對 對 對 然後我們再仔細看這個細部 哦 他這整個的 哦 整個的 對 你看 他的細部零件都做得非常的細 對 你看 你看整個 哦 包括他這個 你看 你看這個接風處 這個開旋 最近的測試都做得非常非常精緻 對 诶對 很期待 很期待 哦 哦 還有他的土廚 哦 他這個土廚做得 這個哦 對 很短 也是拉絲那種 拉絲的 這個是拉絲的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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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復古原燈加雙 雙緩衣表 對 然後他有一個LED的日行燈 LED 有... 有有有了 有有 下面八顆 下面八顆 哦 對 對 走 下面設計 像一個 凱旋的微笑 呃 就是傳譯那個 那個 拉到 一起那個 這裡 日行燈的設計就是這樣子 哦 好漂亮哦 好漂亮 下面的LOGO也會發亮 方向燈也都全LED了 對 在在都展現這個車子的精緻的一面 真的好好看 然後前插又有套 對 保護前插內管 不會被小獅頭砸傷 然後他又有目前最流行的車把鏡 車把鏡 這個是感覺RS很像喔 對 你不用改 他來就是配標準標配車把鏡 超有個性的 而且你看他的這個龍頭的把手蓋 也做得非常的精緻 非常的精緻 這整個的車銷 這個做空實在太讚了 這個油箱蓋 油箱蓋 也這麼質感 這樣子設計的 也可以開 還有一個上鎖的作用 然後這樣可以打開 蛤 哇 哇 哇 這個油箱蓋讚 真的做得很復古的那個很有個性 喔 這個是 他可以在鎖上一道這樣 對對對 蓋起來 哇 這壓器好爽 呵呵呵 然後他有 好像有三段動力對不對 他有動力 是是是 大家可以聽一下他的聲浪 好 好好好 我剛剛感覺到帶著都感受到了 我們那個 然後這把有底層 喔對 三段動力 雨天 然後我對他有三段動力 剛感覺有點像 欸 GTN791那種一直衝的感覺 喔喔喔 喔喔 滑了 翔哥 你有設置他的油耗 油耗 有嗎 他有油耗嗎 呃油耗 應該是蠻省的 有有有有 喔這裏真的好爽啊 呵呵呵呵 好 加用個車主 真的很好看 對對對 你看喔他這邊 100公里的油耗 才6.4公升 喔喔喔喔喔 跑100公里6.4公里 那平均大概 可以16 16 16 1公升16.7 欸不錯不錯不錯 而且是在市區喔 在市區市城 那你在郊區的話 肯定是上20了 1公升可以跑20公里 在高速巡航的時候 對啊 更省了 啊機油 你也是用裡面那個 上次介紹的 Vololus 對 那另外這裡輪胎 貝奈利 Russell 3 貝奈利目前最新最新在推 正在推的胎 原產就直接Russell 對運動型的胎 大傘下來就是這一條 Russell 3耶 最新款的 對啊 配備這是配備運動胎 而且是高檔波 哇塞 如果你嫌不夠的話 那當然可以換大傘 對對對 那另外一個特點就是 一般我們凱旋的車 很多經典款的都是用鋼絲圈 那Speed Twin它特地採用鋁合金鋼絲 所以一般人擔心的輪子內胎刺破了 比較麻煩一點 那這一台車你是完全不用 煩惱這個事情 完全不用煩惱這個事情 哇塞 真的完全可以運動又可以休閒 對 好棒喔 它的後部主要是做的很俐落 簡潔俐落 那這個部分我們要特別拍一下 好 它也是做的很精簡 LED的 對 裡面 喔LED的 等於它全車系LED的 哇好棒喔 對它這個LED LED送給很長很長 又好看 這個頂軌啊 後面雙槍喔 對 雙槍一陣 超有質感 對 這台這樣喔 超棒的 毛毛蟲移電 然後 移電要打開的話 這邊鑰匙孔在這裡 打開 你看這個鑰匙孔跟車台喔 融為一體 它的設計也是非常的精緻 對 所以我不得不說凱旋 它這幾年來真的每一台車都做的 那這邊特寫一下這裡 你看它裡面 也是經過車銷 做車銷處理 連這種細節 細節都會有了 它都不放過 都不放過 都不放過 再再可以看出凱旋 對這車子的 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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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有大大寫了 1200 欸 打開應該是 這樣 對 這個 打開 喔 對對對 這整個可以換的 喔 好 電瓶要充電 保險絲 做一些簡單的DIY的 日常保養都很方便 你不用去動用到任何的工具 直接就可以在上面做一些 基本的維護 真的沒有辦法秀在中台灣凱旋 整面的特工牆 幫你搞定 館 講 你有測試 基有啊 你還沒換 あ 還嗎 他沒有換 是夾鞋 做得這麼綜 llegó 維技 笑得開心 好看的標誌 你基有換的嗎 G 對 基有它是要多久換 基有如果我們 我們投一次換 建立是300公里 就換掉了 300公里 对 那我們當然換是換 Mot mü 唯一 唯一的選帳 對啊 哇 凱旋 官方用油 Motorace 翔哥剛剛 他大概要一次要多少罐 他也是三罐多 三罐多 將近四罐 大概3.5公斤 他大排掉的關係 然後鏈條 我剛剛有看到他的鏈條也是 好漂亮 凱旋跟日系車的不一樣就是 他的鏈條是在右手邊 他的地板在左手邊 通常日系車 都是在左邊 在右邊 真的 好特別 他的避震器是可以調預載 從這邊調 調預載 一次特殊工具把它用起來 不用不用 他裡面有附一個可以讓你調的 不用動用到很複雜的工具 這裡有個洞 直接從這個洞插下去調就好 翔哥借我跑139 你感覺他在過彎加速方面 這個是非常滿意 超滿意的 可以滿足我們一般對運動型 取向的車友的 的滿意度 我相信是很高 尤其在出彎的時候 因為他是1200雙鋼 在出彎的那個油門 輕輕一補 他供應你非常強大的 加速力 出彎的加速 我剛感覺要對3000轉 2000到3000轉就可以換檔 對 幾乎是一檔二檔都可以騎完 哇太棒了 還有哇對我想到他的水箱 直立式的 也是滿滿的用心 也是都是原廠喔 原廠的水箱護膜 對對對 原廠好棒喔 對 還有這個騎管 都牽絲 對 欸 原廠是直接貼MOTORASS 對 建議用 MOTORASS 原廠指定 指定用油 對 哇這個 江龍哥非常的滿意喔 雖然是上禮拜 台灣剛發表的 Speed Twins 1200 對阿 好 趕快來中台灣改選選購 讚 謝謝江龍哥 謝謝 好 好 辛苦辛苦 哈囉哈囉 哇 你看 中台灣卡拳四成位 真的是 滿滿 超用心的 超級用心的 不只讓你 最新車款都可以搶先試喔 還有專人 專業的 俏貝拉 女孩帶你們跑 還有這些 哇 又可以 好吃 又好玩 有機會真的來中台灣凱旋 對 真的來中 中台灣凱旋 常常都會辦四成會 欸 用餐 常都會辦 四成活動 還有各種優惠 好 用餐 中午時間了 等一下 不用問 交易 嫁 快 沒用 過 沒用